夏季这段时间开出来的这个月季一般品质都比较低 如果是在秋季的话 这个花朵起码大一半 原因呢就是气温太热 根系生长不活跃 所以像这个时候的月季花 我们一定要提前给它适当修剪 因为这个花苞消耗的营养太多 再加上这个根系 本身它吸收养分的能力就变弱 所以呢提前修剪 有利于它下一波花开 像这种差不多凋谢了 我们就要提前给它剪掉了 不要给它开得太久 避免这个养分损耗太多 那么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尽可能的用一些水肥 因为水肥它比较容易吸收 如果说我们这个月季花上面没有花的话 我们可以用零缩热金甲来给它喷洒叶片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遮挡住这个花苞之后 对水给它喷叶片 这样的话吸收效果更好 如果说我们不给它喷叶片的话 也可以兑水给它交光 因为水肥它吸收会比较快 月季它是比较洗肥的 在夏季这段时间 我们适当的给它调一下这个浓度不要太浓 给它多补点肥 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花又可以正常开 又不会消耗营养过度 这样养护到了秋季之后 那么这个秋花一开出来了 品质就会非常高了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花友养的这个月季花 一直都是这个花品质不高 也就是这个原因 没有及时修剪 没有及时给它补充养分 好了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